好,再重做一次 好,这边我们改成Grever Editor,我们要做Driver 那这边呢,我用Shift A加一个MT 我想用这个MT新增一个空的属性来控制这边的 这边的Z轴,OK 那我就在这边Z轴上面,按右键加Add Single Driver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右键已经加了 这边选Driver,这边选Z 然后呢,这拉出来就有 就有了,那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Variable 叫做Variable 目前 目前这一个东西 我们已经加了一个Driver 那这个Driver的名称叫做Var 我改成叫Zscale 好,那这个ESPR呢,我也就用Zscale 好,OK,确实它已经压扁了 好,但是我现在的控制器呢 我要改用 Type 是Single Property的 好,那这边呢,我用 刚刚的那个 不要Empty,我先把这个Empty 重新命名一下 好,现在这个Empty上面 没有Custom Property 所以我加一个Custom Property 所以我加一个Custom Property 这个Custom Property Edit一下 叫Ctrl Zscale 按OK 好,接下来呢 回到这一个 好,这边呢,我就要选择 Ctrl 这边 选Ctrl 这边要选这个 这个Path Copy Data Path 然后再回到这里 把它按Ctrl V 貼上去 好,这时候应该可以控制了 应该是要可以控制了 所以我选它的时候 我改这一个 OK,有啊,确实有 只是幅度没有很大 那为了让这个幅度更清楚一点呢 我们再回到它 我把那个运算式乘10倍 这样子就会看得很清楚 好,乘10倍 OK,这样我任何的拉动 它都会变化很大 所以我回到这一个 回到这一个 你会看到 它的变化就很大 OK 好,那这次至少有成功 虽然失败了好像三次还是四次